江湘两名男子因为有300元的债务纠纷 在日前特别相约谈判 而其中欠钱的林姓男子 找来了另一名徐姓友人助阵 没有想到一言不合谈不拢 最后却演变成暴力流血冲突 而徐姓男子劝架不成 反持大楼外的奶粉罐 朝前来讨钱的游姓男子狂砸 遭到警方依刑法伤害罪含送法办 5月9号晚间7点半左右 吉安湘中华路二段移出大楼 两名男子因为有300元的债务纠纷 引发口角冲突 而其中欠钱的林姓男子 则找来第一名徐姓友人助阵 没想到一言不合谈不拢 前来劝架的徐姓男子 竟然拿起大楼外的奶粉罐 朝前来讨钱的游姓男子头部狂砸 警察游姓男子因债务问题 前往林姓男子住处所讨 林姓男接同徐姓友人 与游男在七楼协商 过程中双方一言不合 徐姓男手持铁制奶粉罐 殴打游男 造成游男头部撕裂伤 送医治疗 据了解这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 是因为日前一起去喝酒 激欠酒前才引发债务纠纷 所幸受伤的游姓男子 在送医后并没有大碍 徐姓男子劝家不成 公亲辨事主 遭警方依刑法伤害罪寒送法办 记者徐立琴简安详报导